一个哲学家 一个思想家 用什么方式来创与时代呢 作为一个明星 很容易啊 因为任何时代都需要明星 对 这是现代的一个趋势 当我有一个自己的计划 在那里按照我计划做的时候 外界的这些东西 一般我不会去主动去找 但是现在可能会比较多了 因为郭鸿也做这些自媒体 什么的 需要我做些事情 我觉得这也很好 在这样一个时代 通过自媒体 通过那个网络 能够和自己的读者 经常沟通的方式 这也很好 但是我仍然认为 最基本的东西我不能变 我主要的经历 就是用来读书和写作 我自所以对读者有价值 是因为我这种生活方式决定的 所以一个学者 一个思想家之后 他明星化了之后 他的输出内容 可能就会被稀释了 对 我觉得那时候 他应该有足够的自律 让他自己的思考 保持在一个水准上 而且让他的这传播 也不要太适水准 肯定传播会稀释一点的 这没办法 会根据时代的这种场景 会有一些迎合的 把读者跟喜欢的东西 显示给他们看 但这个东西必须 也是你的好东西才行 对吧 咦咦 咦咦